今天我们打传奇杯遇到了双隐形塔的阵 而且这个框架看起来也不错 那今天的闪阵太太素材有了 思路依旧是天勇断边投石车爆本 但是投石车害怕连弩和迫击炮 那先用勇王把他们打掉 前期任务保护投石车 但闪电地震法术最大的作用就是断边 并且打掉我们比较烦的防御 既然投石车爆本 那大部队肯定是往下走的 所以要把中间的防御给他打掉 这样既能地震触发大北营 还可以把巨石杯地狱塔法术塔打掉 这样的话就是非常赚的 这两步稳了以后就可以下投石车了 天勇撑不住了就狂暴难一波 野蛮人探一下有没有陷阱 等勇王把连弩和迫击炮打掉以后就可以不用管了 让投石车自己爆本就可以 这样路线就非常的清晰了 类似的阵有很多都可以用这个思路去打 一个超哥断边 这次我们没有带女巫换成了皮卡 感觉女巫有时候不能发挥太大的作用 然后换成皮卡来试试他的威力 四个泰坦当主力是足够用了 然后让蛮王自己从下边走了 断边工作还得是蛮王给力啊 又是冰人手家 玩泰坦的时候就烦赵瓦人 他这里的隐形塔保了一下天鹰和地狱塔 我感觉作用不是很大吧 我还是比较喜欢用毒药塔进行防守 冰一下单头地狱塔保一下泰坦 剩下的基本就是坐等了派出润土一起收尾 15级大北营是真的肉啊 投石车打了半天都没有爆本 所以闪阵法术在中间断边的作用就看出来了 不会让大部队去接触大北营 完全分成了两个板块 谁也不影响谁啊 而这个流派最大的好处就是非常的稳 不需要太高超的技术 闪阵用掉以后也没剩几个法术了 基本就是断边以后然后就开始忙 无论是萌新还是手残党都可以轻松上手 修书也完了一段时间这个流派了 感觉还是不错的 继续给大家推荐 如果部落战遇到类似的这些人 那我们可以轻松拿捏 问题来了 你学费了吗 关注修书 我们下期继续挖掘15本的简单暴力打法